台南市是企業當地 所以總軍起工準備建立全台灣 唯一由台南市政府推動的水産加工和物流中心 也順利來基盤了當地電力 去台灣港英文以後 可以提供台南市的 雄市市民加工領導的服務 也來出進雄市産業的成績 台南市是遺漢優質的中華大廈 水産優質的民進也是全國第一 因此台南市政府正在總軍起工 建立全台唯一 由台北政府推動水産加工和物流中心 並在雄市産業當地電力 由市長為替出事 包括農委會主委 丹吉兆和營業過信領也來到現場 未來中會提供 雄家有很大的幫助 台南市的民進這看 是全台灣地理看的水産雄池 但是呢 我們過去都是沙巴仔 是台灣鵰仔有 但是呢 這些水産要增加競爭力 我們的這個冷鏈 加工一定要做好 這樣可以賣到較多的地方 譬如說賣到中東 伊斯蘭的世界 還是說賣到後面 所以 如果我們這個冷鏈沒有做好 我們的加工沒有做好 有時候 這個文書的身份 和這個先度就有影響 這次可以順利推動工程 這都會感謝中央的到三天 加上農委會補助一般的經費 全力配合台南建地 水産零的無流中心 農委會也會支持其他加工的設備 讓尤其要請和市民有更好的設備 因為這個後面的地坪 4300平方公尺 比較重要的就是 它有兩站 總共要500坪是做加工的 我們還有245坪 全部要做冷凍 所以一年 一年既就 可以處理4300坪 4300坪裡面 有2500坪是做加工 加工做了之後 我們還有 可以放1800坪來做冷凍 這個工作也做好 其實以後 我們台南市 我們所有的雄敵的市民 我們的價格 絕對要維持在一個很好的水準 相信只要做好整段的生產管理 和冷凍的加工 這樣就能讓台灣的三馬魚 八大魚 或是一羽斑 丁丁的魚散 可以延續到全世界 合作在地的魚散 冷凍加工 來改善雄敏的修立 來增加台灣漁業的競爭力 接下來中會 郭博依總統府彩虹報道